大家好,大家好,土工国的日子不好过,经济越来越差,有些事儿,虽然我们是看人老不像事儿大,但是呢,如果你是当事人,你真是,你真是说多了都是累啊,日子不好过啊,这个每家每户啊,都是柴米油盐,开门就要见米,日子不好过,所以呢,我上来先讲我的应对办法啊, 陈旧的话,重要的话,说三百遍都不错啊,现今为王,现今为王,手上一定要有东西啊,千万不要这个时候还要付债,千万不要这个时候手上没几个子儿,而且是现今为王啊,一定要记住,否则的话,你有你难堪的日子啊,几个意思呢,说这个7月1号啊,是共产党的生日,哎哟,这一天的话,日子它不好过啊, 出了,银行系统出了两个特别的因人匪夷所思的事情 首先第一个呢,是四大国有商银行啊,主要是最大的看点,以前过去都是什么村镇银行啊,什么城市银行啊,什么中小银行啊,是不是,就是什么什么什么,辽宁银行啊,上海银行啊,或者是什么的,村里的包头银行啊,是不是,就是北京银行啊,这些个中小银行,最后是四大国有商银行,四大国有商银行就工行,建行,农行,中国银行,是吧, 哎哟,这个建设银行啊,出了一个特别邪乎的事情,全面减薪,已经文件都已经出来了,减到什么程度呢,普通的员工还好吧,我觉得啊,这个共产党的这个银行系统也是日子不好过 普通员工,比如说你是一个做柜台的,搞业务的,减的还行,减一成,比如一万块钱,减少你一千块钱 大多数的一线的干活的员工没有一万块钱,大概就五六千块钱,减的就减大概五六百块钱 这个可不是一个小钱啊,这个都是算计的过日子的,一个月赶不到一个月都是月光族 但是呢,从这个管理层开始,那叫一个吓死本宝宝 说中国的这个建设银行里面的,触及干部以上的银行的官员 每一个人的减薪的程度50%,科技以上的干部,触及以下科技上的干部 包括副科技,减百分之三十,只有普通的员工才减百分之十,全员减薪 一个都不能错过,一个都不能放过,你说这个日子还能过吧 哎呀,这个,这是特别可怕,我觉得现在这个,这个习主席啊,他也不怕人闹事 是不是,你薪水这个东西,你只有加薪的,没有减薪的,是不是 过去这么多年,体制内的人的日子过得太好了 因为体制内的人的日子,除了这个基本工资以外 还有极小工资,除了极小工资以外,还有奖金,还有各种补贴 为什么大家都把体制内里面钻呢,不是因为这个什么啊 说工资有多,工资不高,习近平的工资一个月一万多块钱,没多少钱 但是大量的灰色收入啊,极小工资,奖金,他奖金很多种 有年中奖,有这个季度奖,有月奖,然后有各种补贴,都是灰色收入 然后完了以后,你基本上你在这个四大国有银行上班的话,你吃饭不要钱的 他们的食堂舒服的很,不要钱,象征性的交点钱,一个月交十块钱 或者一天交十块钱,就这么多 现在就是中国建设银行总行员工全员减薪,职位越高,减薪幅度越大 这个高层减百分之五十,普通员工减百分之十 是吧,所以这个这个这个政策出台以后呢 那下面的很多个所谓的分支机构,其实力度更大 因为所有的,刚才我说的什么绩效工资,什么什么奖金,什么补贴 这些都是要地方那些个银行的行长,副行长,他们去找钱的 上面是不给你这个钱的,所以下面的人一听上面的人有政策,可以减薪,立马就减了 哎呦,要减薪复旦嘛,不好过,不好过,这是四大国有商业银行,开始减薪,闻所为闻 真是,第二个消息是,来自于工行,工行出台了一个新的贷款品种 真是,什么贷款呢,叫做,叫做什么,哎这挺挺熬口的啊,非常熬口,叫做退款贷 听不懂吧,又退款,怎么还要贷款呢,说倒查20年,说四大国有商银行 包括,不仅是四大国有商银行,这个是工商银行新出的这么一个贷款的品种 贷款的业务,全国的公务员都可以去工商银行做这个贷款,叫退款贷 说民营企业倒查30年嘛,说这个体制内的公务员,体制内的拿财政工资的 倒查20年,过去你不当领的奖金,不当领的绩效 是吧,这些个钱你都要如熟的退回来,说现在政府日子不好过 一起要共渡难关,一起要过紧日子 问题是你想想吧,很多人的钱都已经挂出去了,他没有钱 他有钱也不想退,何况他也没钱 有很多人是没钱的,很多人当然有钱 有钱人他早就把钱搬到美国去了,他哪有钱放在中国啊 都一个一个的跟贼似的可机敏了,跟老鼠似的老机敏老机敏了 没钱,没钱了以后怎么办呢,习主席政府提他们想办法 没关系,中国银行出台了一个新的贷款的新项目 叫退款贷,也就是说你比如说给你算账,你过去20年 你带个气,要退100万,100万你上哪去找去啊 没钱,两手一摊,要钱没有,要命有一条 领导就说不要你的命,你的命不值钱 有办法,你可以退款贷,你去工商银行,去办贷款 这个贷款贷出来的钱,就是用于还这个所谓的退款 把这个退款还给政府,还给领导,还给习主席 就这么一个说法,你说这邪不邪乎,他邪乎在哪呢 就是有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就共产党欺负他的体制内的员工 剥夺这几个老百姓的,其实也是老百姓啊 他们的这个日常生活啊,缺德,这不是重点,重点在于什么呢 重点在于现在人民银行,超发了很多的货币,放在这个银行里面 想贷出去没有地方贷,因为现在买房子的人不买房子了 房产贷款根本就没人要,他们说今年一到六月份 全国才贷出了五百亿的这个什么,这个这个这个 按揭贷款,基本上就没人搞这个东西,这么大一个国家 是不是,你这么多钱你放出去,你得有池子给他装起来的 周耀川不是说过这句话吗,说你中央银行发了这么多的超发 MR出去,你得有一个池子把它装起来,过去是把它装到这个房地产 这个地方,让它变成钢筋水泥,变成老百姓的负债 所以债务债务债务,大家学一点经济学,一点点小知识,你听你就懂 任何债务,任何的超发货币,必须它是一笔债务,债务的话就有承接人 否则到它没有意义,你知道吗,他否则就是一个一串数字 它没有任何意义,中央银行放了五万一的这个超发货币 这五万一一定要变成老百姓手上的债务 这个钱就活了,就是真的钱了,否则它就是个数字 还不如细胞子放在一个屁,你明白吧 所以现在这个大量的钱,超发是超发了,但是没人要 股市也不行,生意也不行,企业不需要流动资金 都关门了,要什么流动资金呢,外贸出口搞不动 也不需要流动资金,房子没人买,也不需要房贷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在此时此刻如果你胆子大 你想去贷款的话,你是非常的十纳九稳的事情 我有好几个朋友,他们在上海在北京有房子的,卖不动 但是自己不想降价,就按照目前的这个市价去做价 然后就请银行给他评估,然后给他一笔贷款 贷个20年,拿着这个钱就跑路,跑到美国去 跑到新加坡去,跑到西班牙去 所以他们说现在全中国的中产阶级都知道,你只要有100万的存款 而且是存在中国的存款证明,银行开的证明 你就可以去西班牙拿身份 完了以后,你是五年以后,你可以成为它的永久居民 就这么简单,所以现在很多人信息没有,哪有100万呢 从银行里贷呀,是吧,20年呢,你用自己现在的房子抵押呀 你就知道现在银行想把钱带出去,他们有多急吗 你出来这么一个搜政策,叫退款贷 那真是,以前我们老觉得这个共产党割韭菜 都是割中国农民的韭菜啊,我这个人想来是研究这个中国农村的演变的啊 搞什么粘产责责任制啊,搞什么农业与城市的剪刀差呀 搞什么这个人口迁徙呀,什么什么什么城市化呀,搞这些东西呢 搞得不要不要的,现在我发现城里的人,体质内的人日子也不好过 你们他妈的也是韭菜,你以为呢 哎呦,你去看这个中国建设银行全面减薪 完了以后,你去看中国工商银行出台退款贷这么一个莫名其妙 我再解释半天你的听得懂的这么一个套路,你就知道这个什么情况有多惨 他们说发改委这边的有官员私立下吃饭的时候就说啊 说四大国有银行现在遭遇百年不遇的难题 是吧,过去是有办法的,输入基稿的时候 一口气把四大国有商业银行的所有的这个不良贷款都一笔勾销 然后把它打包,打到什么华融资产管理公司 完了以后再给他注入现金,然后又轻装上证 这一搞,这一维持会的会长,又维持维持20多年 现在再这么搞不行了 因为债务你的也要有人接盘的 刚才跟大家讲了一个道理啊,任何债务 你如果没有人接盘的不叫债务,那是虚无的东西 就像你家里面别人欠了我多少多少钱 是不是,然后我问你你谁欠你的钱 这债务吗,你说不出来,那说明是个假的 是不是,是个虚拟的数字 你还不如说老天爷钱你多少钱呢 所以债务如果找不到接盘侠 这个国家就完了,所以银行啊公务员啊日子都不好过 活他们干,谢谢